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款VSCode的插件 哪款插件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Faker 生成各种测试数据 对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插件 就是要帮您生成一些测试数据 为什么要用这个插件 是因为 您想象一下 比如说您在学习的时候 或者说在您这个业务系统开发的时候 经常需要一些测试数据 对不对 一般像我来说 我自己做测试数据都怎么做 我一般都是AABBCCC 对吧 要么就XXXYY 123456789 都是这种数据 要么就是全1全0 对吧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我觉得就算在咱们开发学习的时候 如果咱们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用到一些个 看起来就像真正生产环境 所用到的数据的话 是不是对于咱们的学习的紧张感 这个效果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插件 它帮咱们生成一些看起来像是真的生产环境的数据 好不好 OK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咱们使用VSCode 费个插件 咱们来创造一些个测试数据 好不好 在此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说官网 其实就是VSCode的网站 咱们看一下 我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这其实就是VSCode的一个市场网站 对吧 下载量大家请看达到14万7千 非常的不错 对吧 OK 那咱们就开始 该怎么做 首先 咱们应该从咱们VSCode的商店里面 去下载到这款插件 怎么下载 大家请 您就敲这个关键字 就能够找到 咱们试试 我最大化一下 好 咱们试试 在这个地方 我敲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就这个插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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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坏人的脸 好 不管 咱们点击这个安装 安装成功 对吧 关掉 然后咱们怎么用 如果您是Windows的应户 您呢 敲Ctrl Shift P 就能够使用 激活它 如果您要是Mac用户 敲Command Shift P 也能激活它 好不好 OK 那我在给您演示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这款插件 都能够帮咱们生成哪些个数据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可生成的数据 包括什么 比如说地址 是吧 商业 金融 公司 数据库 日期 这个是金融 刚才那个是商业 然后是黑客 图片 Internet 比如说敲个网址 对吧 包括图片 名称 电话号码随机系统 都可以生成 怎么干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 咱们在这先建个文件吧 我这建一个 叫做这个 man.python 行吧 咱们一般在这里 就对python经编成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A变量 这个A变量 好 咱们A变量 插件更新了 比如A变量 咱们要起上一个字符 比如咱们叫A变量 咱们叫名字 对吧 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注意看 我就用Ctrl Shift加P 然后这地方敲faker 出来了吧 它给咱们可以生成这么多数据 其中有一项是名字 放在这 点一下 然后就出来了 你是First Name Last Name Found Name 叫什么都行 对吧 比如说我就叫First Name 它给咱们出来叫什么 Jordani 是吧 Jordani 对吧 OK 咱们不管了 咱们这个叫Name1 行不行 咱们再来个Name2 然后吧 咱们再试试 比如说我再请名字 Ctrl Shift 然后出来之后 咱们再Name 咱们再起一个别的名字 还First 又起个新的名字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像是真正人的数据 咱们再来一个 Ctrl Shift P 然后出来点击 又出来一个Alex 对吧 同时还可以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咱们看 Last Name 也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Name里面再有这个Found Name 都可以吗 包括这个Job Title 你叫什么这个植位 是吧 设计师 布朗的设计师 对吧 各种各样的 数据咱们都可以 动态的生成 对吧 Title Job Earlier 都可以 对吧 这样看起来之后 咱们就好像 就算是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咱们也能出一些新的数据 对吧 再比如说 我想建一个图片 图片URL 对吧 但是URL我不能瞎敲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它里面有 比如说 我看 这个是名字 咱们从来 敲Faker 然后看看有没有图片 有 图片 然后哪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Avatar 大家请看 它真就给咱们生成了 这么一个Avatar的URL地址 同时这个地址 还是可以访问到 咱们试试 我刚才把6.7关掉了 咱们再开一个 真的就可以用 大家请看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用 非常方便 对吧 那咱们再生成一张 它这个生成图片 还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咱们 比如说叫1 咱们再来个2 行吗 咱们再生成一个 Avatar 又出来一张 这个生成一样 咱们再来一遍 这应该是随机的 不一样了 是吧 OK 咱们再看看这个 是个小猫图片 对吧 OK 这样咱们又就可以生成一些图片 同时 再给你看看 其次呢 同时 比如说这个 公司 对吧 公司名 咱们叫什么 不知道吗 咱们就随便起吧 这个公司名 是吧 公司 再来个公司名 都没问题 是吧 再比如说 Faker 看一下 日期 这也没有问题 对吧 也能生成 没有问题吧 OK 再比如说 Faker 然后我看看 比如说 咱们再来一个 黑客 看能生成什么 试试 Ib 黑客 OK 咱们再试点别的 Faker Finance 金融 金融账号 这都可以 再来一个 这都是术语了 这个像金融这些术语 我就不太懂了 然后我看看 还能生什么 Internet 这也可以做 比如说 UR 给它生成一个UR 对吧 清平 咱们从来吧 接着生成 Faker Internet 咱们再来一个 读面名 没有问题 对吧 非常方便 对吧 咱们想生什么 就生什么 IP地址 没有问题吧 这还能生成IPv6 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IPv6 其实是IPv6 没有问题 然后包括email 对吧 都能够生成 这肯定都是假的 对不对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个可就不好吧 Internet 对吧 Password 还能生成Password 大家请看 没有问题吧 OK 再多演示 我就不给你演示了 也就是说 这个工具 它能够帮咱们生成一些个 怎么说 咱们看起来像是生产环境中的数据 对吧 这样咱们学起来好像说 更有感觉 所以说 我推荐您在编码过程中 或者说在学习过程中 若您遇到一些数据了 别老敲AABBBCCC了 123 您用这款软件 让它帮咱们生成一些 咱们看起来就像是咱们在干一些正经事时 所用到的那些个工具 您说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这款插件的内容 这款插件我简单利用一下 感觉还是不错 有兴趣朋友可以通过VSCode商店下载 您也去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 我觉得像这种插件好的话 您都要帮他去点个赞 对吧 这是对作者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是这样 我只要觉得好的插件 我一般都会帮人家去点个赞的 对不对 也希望您和我一样 能有这么一个习惯 对吧 让作者怎么说 更有干劲 反正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OK 咱们嫌少叙 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您对我的频道的支持 好吧 OK 那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